哈哈哈哈好久没有吃了 想吃了是吧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我姐姐现在已经到达空明机场了 坐飞机去老窝 哈哈哈哈 今天空明这边下雪了朋友们 刚那个大车那个师傅说 空明从那没有下过雪 第一次下雪冷吧 冷了冷了帽子戴起来帽子戴着吧 走 姐姐 74登机口74 已经73了再走一下就到了 哈哈哈哈 这回已经坐上从空明去外向的飞机了 一个多小时吧 9点40就到外向了 9点40老窝时间 中国时间就10点40了 等一下马上就要到外向了 哈哈 姐姐昨晚是不是没睡好看的眼睛 眼睛看着 有点肿多 都这样我也没睡好 我们那个昨晚到时都一点多 快两点了 早晨6点多起的时候 就睡了四个多小时吧 这赶路确实也比较辛苦 那等一下可以让你睡一下 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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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全带城市的熄灭 到老窝了 刚从机场出来 现在是玩笑 姐姐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哎呀 老窝还是这么热 风度高得很 赶紧要把衣服换一下 现在姐姐帮我也换了一个手机卡 赶紧跟蜜蜜联系一下 在白地 到了吗 到了 刚那个刚到万象从机场出来 哦 那那个啥 今天能回去吗 因为现在已经 中国时间两点钟 你们老窝你看已经1.04了吗 我不知道从万象那个 火车票还有没有到那个拉邦的 有吗 有 有 那就这样你给姐姐说一下 我们现在去那个什么 去那个高铁站嘛 去火车站 啊 去坐火车 看如果有火车了就赶上 如果没火车的话可能赶不上的都 什么 这是蜜老窝 蜗天走的时候给我们带的 一直没有吃 都带到老窝 我们现在坐这个 老窝的嘟嘟车 去那个火车站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票 只能去看一下啊 有了就有没有了 可能还今天就先回不去了 老窝车有时候还是蛮多的 因为有红绿灯 所以还是比较多 我去走 多少 30万 中间一百块钱 姐姐刚进去问了一下 道拉邦的还有吗 有 有的是吧 我那油漆还好 最后一趟车三点多的 那你那个把这个钱拿着 要护照是吧 哈斯报是吧 好 好了 我看 C84 三点五十五 我中国时间都五点了 等道拉邦是六点 六点多 六点多了 行 吃饭吧 吃饭去吧 饿死了 哈哈哈 好久没有吃了 想吃了是吧 哎 老挝米粉 好吃吗 好吃 哈哈哈 哇 好热啊 热热的 刚点了一个这个啊 凉拌粉丝 到咱们问了一下 咪这个叫啥 因为我喜欢吃这个 我喜欢吃这个 就不知道他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啊 啊 刚跟姐姐吃完饭 然后现在是在灯火上 你看 这么热的天 给我都快热死了 你还穿着棉袄 我说你热不热 热 热你把那个脱了嘛 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晒黑是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看朋友们啊 我穿个短袖我都热得不停的流汗 连姐姐穿一个后棉袄 从中国穿来的都舍不得脱啊 他应该是怕晒黑 我知道 好 我们等一下是三点五十五的火车 到拉邦市就六点多了 中国时间就七点多了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可能先要分享到这了 不然的话时间来不及了 嗯 等于是昨天开始走 今天已经两天时间了 还到不了家 今天到拉邦可能还得住一晚上 因为太晚了 没有车了嘛 明天早晨我们一早起来 然后我家里干 明天就能到家了 嗯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喜欢跟支持 我们家里见 拜拜 哈哈哈